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我们学佛要从佛法中得到精华 能够明白道理 师父曾经看过《咸鱼经》里面 第三卷当中有一个阿难所见闻的一个故事 师父觉得对我们学佛人非常有启发 今天师父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这个《咸鱼经》里面 第三卷第十六品当中讲到 我阿难亲自见闻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佛险佛是在《咸鱼经》里面 《咸鱼经》《咸鱼经》 就是佛险佛的家族 《盗洩佛 199、ids家族书》 那是一件事的 选活 rightsий 《咸鱼经》是一件事的 他都屠杀 因为事种人民非常的多 非常多 这个兵将们呢 他们就用刀剑呢 亲自去屠杀 杀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还想出一个恶毒的方法 把释迦族的人 他们的脚埋在地里面 让他们不能动弹 然后驱赶那些罪项 就是像喝醉了一样的这种项 不受管制的那种项 他们就在边上观看着罪项 来屠杀他们 就以这样暴力的手段 残杀了无以数计的士族百姓 当时在加皮罗维国的贵族 种姓妇女很多 他们见到这样残忍的屠杀场面 心中无比的摧折伤痛 他们再也不愿意 担恋在世俗的家庭里 他们都是贵族 所以他们一起出家 成为了比丘尼 那个加皮罗维国的人民呢 看到了这些女人 或是士种或是王种 就是高贵的种姓 他每一位都是尊贵端正 国中第一 他们居然可以舍弃 各种世俗的欲望 出家去修道 一共有五百人之多 所有国家的人民 默不发出感叹和赞美 敬香要供养 这五百位比丘尼 这些比丘尼相互告诉对方 我们虽然现在名义上是出家了 但是我们没有生路领受经法 没有服食法药 这个贪淫 称怒 愚痴都还没有消除 我们应当一起去偷罗南陀的比丘尼 修行处去拜往他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丘尼 请教领受经法 希望能够克制消除 种种不好的自己身上的毛病 即便前往 没想到他们到了 偷罗南陀比丘尼那里 顶礼问讯 各自成数 他们先说 我们虽然是出家修行 可是还没有获得法宝和甘露 无法消除身上的毛病 唯愿开示指导 让我们能够明误弃路 偷罗南陀比丘尼 见了他们 心里想到 哎呀 这些都是贵族种姓的妇女 正许他们来供养护持我们 我还是教导他们 违反戒律 让我独自拥有一脖 这才是安心快意的事 没想到他足以以定 就对那些比丘尼说 你们都是来自尊贵大姓的人家 家里的田仔 七宝 就是每个人家里都很有钱 都有金银 琉璃 车曲 玛瑙 琥珀 珊瑚 珊瑚 尾琪堡 还有象马奴婢 各种需求都不于匮乏 你们何苦舍弃呢 却想要遵循守见佛陀的境界呢 做比丘尼呢 你们辛苦地求到修行 不如还是各自回到家里 夫妻男女共享爱乐 随着自己的意愿 想布施的时候就布施 累积不得 至少也可以享受 这一世的荣华富贵 朱比丘尼听了这样的话 和他们心中想象的 大象金庭 本来是来求佛法的 没想到他讲这个话 都心里非常的难受 本来的一片渴求之心啊 都没了 他们枉费了心力 难过的哭得起来 他们五百多人站起来 一起离开 他们又来到 微妙比丘尼修行的地方 另外一个比丘尼 向前顶礼 如法问训 后来才明白 我们才出家不久 在家时间 习惯了种种的熟悟 迷失已久 现在虽然是出家了 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心意荡漾 有时情欲直胜 不能自解 唯愿尊者怜悯 为我们说法 开示这罪业的 遮障的根源 这时 微妙比丘尼就问他们 你们对于三世因果 想要启问的是哪一世啊 主比丘尼说 过去世和未来世 都不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暂且我们不谈 就说现在吧 愿您能说法解除我们 心中的疑惑 这个微妙比丘尼就开始说 盈狱这件事就好像 大火烧着山林一样 会蔓延得很快 其伤害更是深狂 人如果沉溺在淫欲里 互相贪求爱卓 只是彼此在灵池 污染对方罢了 随着岁月的日日滋长 男女之间的情欲深重 难以割舍 到了灵命中时 难逃下舵三土苦 就是火土苦 地狱蒙火所烧 血土苦促盛去 相互蚕食 刀土苦恶鬼去 以刀剑逼迫之处 的果报 生生世世 没有出离的时候 那些贪恋家庭的人 因为贪着夫妻的感受 以及夫妻间的恩恩爱爱 一起来经营家业的共享 荣华富贵 追求世间 自乐的期望 等等因缘的前盘 他们耗掉了 宝贵的青春岁月 等到生离别 劳离别 病离别 死离别 或是得罪官府 遭来 牢狱之灾时 到这个时候 面对生离死别 夫妻恩情的眷恋转胜 恋恋不舍的 抱头痛哭 肝肠寸断的 痛彻心肺 而过度伤心 闷觉辟地 晕死过去 又再苏醒 就这样 反复的折磨 痛苦万分 你们看看 这种身不可拔 对于家庭的爱恋 即使由于忘心 作义的缠绕 束缚所致 这种痴情的迷恋 实在比关在牢狱里 还要痛苦 无法解脱 更不自在 我本来是生长在一个 外道修行人的家庭 我的父亲地位尊贵 国中第一 那时候有一位修行人的儿子 聪明有智慧 听说我品貌端正 就找人来说梅 松了聘礼 我便与他成亲 组成了家庭 并且生了儿子 就是这位比丘尼 跟这么多的比丘尼在讲法 他说没过了几年 夫家父母亲 受尽命中 那时候我怀了第二个孩子 就对丈夫说 现在我有孕在生 眼看着产期就要到了 生产时会有种种的污秽不干净 也可能会有危险 应当利用这段时间 先回娘家 探望我的父母 我的丈夫也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全家于是一起踏上路途 没想到 走到半路 我的肚子竟然就痛了起来 我只好在一棵大树下休息 我的丈夫躺在别的角落睡着了 我肚里的小孩在半夜里出生了 恶路也随着排了出来 毒蛇闻到血腥味 寻臭而来 竟把我的丈夫咬死了 我夜里生残 喊了他好多声 他都没有回应 我心里在纳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天亮 我勉强地起来 去牵他的手 才知道 他已经被毒蛇咬死了 身体肿胀发烂 被咬的肢体都散掉了 我看见我丈夫这可怖的惨状 立刻吓得昏死过去 我的大儿子见到父亲 蝉死 放声哭叫起来 我听到儿子的哭叫声 又苏醒过来 只好抱起大儿子 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以安护他害怕恐惧的心 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儿子 两臂顺势夹着大儿子的脚 就这样一路哭着 一路往前走 道路空旷危险 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行人 半路上有一条大河 非常的深广 我只好把大儿子留下来 要他乖乖的在河边等着 我先担着小儿子 小心翼翼的走到对岸 我把小儿子放在了岸边 再回过头来去接大儿子 没想到 儿子远远看见我过来 忘了我的叮嘱 就跑到水里来迎接我 小小的身体 哪里能够挡住着强劲的水流 大儿子就被水流飘走了 我哭喊着追赶过去 却因为体力虚弱 没有能力救他 眼睁睁地看着他 在水里一会儿浮一会儿成的 离我而去 我那时才想起我对面的小儿子 我就立刻赶过去 没想到小儿子已经被狼吃掉了 只看见他的鲜血洒在了岸边 我又伤心地昏厥过去 过了很久才慢慢地醒过来 我满腹的愁苦 我只是茫然地沿着路途前进着 我后来遇到一位修行人 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问我说 孩子 你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混沌 憔悴到这个地步 我一无一时地把凄惨的经历 告诉了他 这位修行人听了我的告白 怜悯我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他不仅与我相对地哭泣 我问这位修行人 我的父母亲 林乡就是林里还好吗 他们还平安吗 这位修行人告诉我说 你们家最近失火了 你的父母亲和其他的亲人大小 一时间都被烧死了 我听了他这么说 又在昏死过去 过了很久我才苏醒过来 那位修行人可怜我的遭遇 就把我带回了家 当成他的孩子一样的看待 供给我生活日用 那时候有另外一个修行人 看我长得端正 请求我当他的妻子 我不耐寂寞 也希望能有一个依靠 我就答应嫁给了他 和他完婚没多久 我又怀孕了 认真期满 即将生产 那一天 丈夫外出到朋友家 去饮酒 日暮时分 他带着酒意回来 我正好要临旁了 自己待在房间里 我的丈夫拍打着门 大声的呼唤 开门 开门 我因为还在生产当中 无法前往开门 我的丈夫看无人前往开门 愤怒之急 硬把门撞开 冲进来 就对我全打脚踢 我告诉他 因为我在生产 我在紧急关头 我没办法给你开门 他更加的生气 索性把出生婴儿给杀了 而且用酥油煎熬 逼我去吃 哎 真是禽兽不如啊 我怎么吃得下去 我不吃 他又狠狠地一顿拳脚 当我含着眼泪 勉强地把孩子吃下去的时候 我心里酸苦无奈到了极点 我自己在想 难道是我的福根和福报都已经用尽了吗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还与他结为夫妇 趁着他酒后寒睡 我逃离了这个家 从此开始了四处流浪 我到了波罗那国 这一天在城外的树下休息 有一位长者子才刚刚上熬 埋葬在城外的墓园当中 因为对王妻的眷恋 每天流连在西子的坟墓上哭泣 这一天 他出城遇见了我就问 哎 你是什么人 一个女人家 怎么独自坐在路边呢 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 他又问我 我想邀请你一起进墓园看看 你愿意吗 我答应你 后来又与他成为了夫妻 谁想到结婚没几天 这位长者子竟然得病 无法救治 一下子又死了 那个国家的法律 是家里的主人命中了 在下葬的时候 要把那个人生前最爱 最重要的人物一起陪葬 所以我就成了陪葬人 一起被埋在了坟墓当中 也许是命不该绝 我并没有立刻死亡 正巧有一群盗贼来开坟墓 把我领了出来 盗贼的首领见我长得端正 于是我成了压债夫人 经过数十日又出去盗墓时 被主人发掘了 当下砍了他的头 就是他的 嫁给的那个盗墓的人 被他的主人发现 私自盗墓就被砍了头 他的手下的徒众 就拿了他的尸首回来给我 还是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 把我和他一起埋了 我孤零零地陪着尸体待在墓里 经过三天 并没有死去 正好有一群野狼狐狗 来刨开坟墓 想要吃死人 坟墓被刨开 我又出来了 深重地克责自己 我往昔究竟是造了什么的罪孽 不过数十日之间 遇上这么多的惨绝 人寰的罪苦 死也死不了 又再从坟墓里附生 哪里才是我的皈依处啊 谁能让我的性命能够苟延残喘 他随即想到 我曾听说过 释迦族的长子离开 家庭学道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号称为佛 能通达过去未来的因果宿命 我何不前往拜见 希望他的指导能让我身心得到皈依 足以以定 再不犹豫 立刻前往 我一心一意只想感到 佛陀所在的奇环经舍 到了奇环经舍 远远看见如来 就是佛陀了 那尊贵的气质 就像容貌的树中花那样显眼 更像众心中的明月 那时候世尊以无露三达 就是天眼宿命露尽通 天眼就是知道生死因果 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的生死因果 漏尽就是知道现在烦恼 查知因是这位妇女的得度的时期 佛陀就率领众生来迎接她 她说当时我衣不遮体 自残行贿 只好供着身体坐在地上 以双手掩着双颅 羞愧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佛陀对阿难尊者说 阿难 你拿了衣服 去给这位女人 遮复身体吧 我得了衣服 遮复了身体 这才敢起身 向世尊行最恭敬的头面 接足礼 并且一一叙说 我所受到的罪恶 唯愿世尊悲悯 听受我出家学道 佛寄对阿难说 阿难带着这个女人交付给 教坦弥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大爱到比丘尼 就是佛的姨母 就是最早的一个 这个比丘尼出家的 这个 这个教坦弥 以比丘尼就教授他的戒法 然后他败在比丘尼的脚下 让他成为了比丘尼 然后他说 这个比丘尼为我解说苦极灭道 是圣地的要制 以及掩饰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我从来没有听闻这么精妙的法医 收射心神 自心一触 忠于正道 我能通达了之过去和未来的事情 这才知道我这一世 我所经历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痛苦煎熬 都是我上一辈造业的恶果 因果昭然 丝毫不爽啊 那些比丘尼听得 松然心惊啊 就五百个比丘尼啊 再次启问 师父 那您过去是犯了什么过错 才会招致这一世这么大的痛苦啊 我愿您能为我们叙说一下吧 我以为要比丘尼回答 哎 这里面的因果很深啊 你们要专心的听啊 在过去世 有一位长者 财富无数 可惜一直没有子息 就没有孩子 再娶了一位小妾 虽然是小户人家的女儿 也是长得端正无双啊 那位长者很爱恋这位小妾 不久就有了好消息 十月已满 生下一个男孩 夫妻相互敬重 对这个孩子也是疼爱有加 越看越欢喜 毫无厌倦 那位大老婆看了这个情况 心里想着 我虽然出生贵族 只恨肚子不争气 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继承家产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 理所当然 他一定会成为家里的主人的时候 家里的所有的田产 一印贵族物品都会变成在他的名下 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 积聚财产 到后来竟都不是我的 也不能自在地去使用 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心里思量 不如早早地把这个小孩杀了 一出后患 心意已定 便取了铁针 直接刺入小儿头顶的姓门 出生的婴儿的头顶的前部内 刚针 墨在里边 没有被发现 只是小孩子天天的哭闹 身体天天的不适 日渐消瘦 没有人看出问题在哪里 没有几天的时间 这个小孩就死了 那位小妾 懊恼急了 伤痛的晕了过去 又在悠悠行转 怀疑是大老婆 因为嫉妒杀了她的孩子 就质问大老婆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来还愿杀了我的爱儿 大老婆那时就赌咒发誓 如果是我杀了你的儿子 就让我以后生生世世 所嫁的丈夫 被毒蛇咬死 儿子不是被水飘走 就是被狼吃掉 我自己会被火埋 吃自己孩子的肉 父母情人大小都被火烧死 你这个贱女人 凭什么诽谤我 凭什么要诬陷我 在那个时候 谁事发的越多 越会惹别人相信 因为谁都相信因果报应 但是他随便发誓 他不相信这些因果报应 真的会在自己的身上 结果前世所发的毒誓 这一事全部应验了 统统报应在他自己的身上 没有谁可以代替他受罪 你们知道吗 那时候的大老婆 就是这一世的我呀 你去比丘尼 各个傻了 他们又在问 师父 又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 让您能亲自见到 如来的圣言 并且率众来迎接您 使您能够修行正道 免除生死的过患 微妙比丘尼回答 从前 在波罗那国 有一座大山 叫做仙山 钟灵玉秀 山里总是有着披之佛 还有僧文外道神仙的修行人 那时候有一位圆觉圣者 到城里来去时 城里有一位长者家的女主人 见了这位圣者 心里非常的欢喜 就诚心地供养她 那位圆觉圣者感应到 长者父的真诚 用过餐后 即视线神通 飞升到虚空 身上同时发出水火 并且能坐卧在空中 这位长者父 见了这情况就发愿说 为愿我后世修行得到 也有这样的功德受用 那时候的长者父 就是这一世的我呀 因为我曾经供养的发愿 这一世才有机缘得见如来 心开意见 正成阿罗汉的果位 可是今天的我 虽然是争得了阿罗汉 还是每天会遭受过去世 造恶的余报 就好像是有一根烧着炽热的钢针 从我的头顶上插进去 再从脚底下出来 日日夜夜受着这样的痛苦折磨 竟然没有终了的时候 灾阳和福报都是这样 都是自作其业 自受其报 在还没有受报前 这些夜种是不会无端朽坏和败施的 就是造的夜 它不会轻易的就丢失 那时候的五百位贵族 种姓的比丘尼 听闻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姻缘 无不骇然心惊 深切地观察到淫欲的本质 就好像门火一样会烧掉一切 对于淫欲的贪着希求 他们再也生不起来 也体认到在家之苦 胜于牢狱的束缚 心事里的种种的污垢 烦恼消除一定要静静 他们一时进入了愿力的决定 欣慰 正成阿罗汉的道果 他们一起对微妙比丘尼 秉白说 我们因长久以来 贪着淫愁的绝授 对于情爱的缠绵不能自拔 今日有幸得到尊者的慈悲开导 让我们得以度脱无名的生死 而达到解脱的彼岸 佛陀知道了这件事 即赞叹道 微妙比丘尼的作为 才是让人称心快意的事 作为一个修行人 能够以自己切身的经验 发露而为法不失 转而教诫其他有志修行的人 可说是真正的佛子 在齐陀经舍情靶的众人 听闻了这桩美式和佛陀的赞叹 无不欢喜雀跃 及恭敬地信受奉行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学博人在逆境 在顺境当中都是有业而为 所以一个人苦的时候 要想到一定是自己前世的业障所为 当我们享受的时候 也是你前世的不失所为 所以要消业障 消业障才能征服慧 征服慧你才会有助缘 如果一个人是光明之人 就犹如天空一样的光明 不管人间的艰难困苦 你都能够克服它 所以希望我们学博人 能够从故事当中理解到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应该知音懂果 能够消除自己的业障 不应该在执着以自己现世的痛苦当中 而去无限的作孽 而引来无限的报应 今天跟大家就 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